接下来邀请出我们的 巨男靓女组合 贾琳和龚俊 姐 有没有信心 放心吧 我们俩这样好不好 我们俩先把我们俩的剧情规定好 好的 就是你在等那个 什么样的环境 媳妇就是出门 好 然后有一点很不耐烦 然后看手表什么的 然后品查看报纸 好 然后我就再试衣服 对不起 我觉得姐我们得甜蜜一点 我们得甜蜜一点 甜蜜一点 不能不耐烦 不然没人买我们东西了 好好好 有道理 然后你一说几点了 然后我就回过来 然后走向你 然后就是 娇修一下什么的 可以 好了 准备吧 天呐心里好紧张 你就跟上她的节奏就行 好吧 贾流穿的跟背景一模一样 顺色了 有点靠色 来 来 预备 预备 挑战 开始 三 还没开始 你开始 第一 不要这样 不要复理了 你 帅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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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leaders 往 ol 走 再走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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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r notch 好像 看出来非常过气 根本不看对方 最后还有定点泡 点 秦 两位是在自己家里磨的了吗 还要指方向 是想先出门 然后她说 再上个厕所吧 有一趴俊俊一直在拍贾琳姐 是吗 然后贾琳姐没有你 然后贾琳姐 你一直在关注的那个衣服 特别像俊俊家里面请一个保洁 琳姐 我不知道为什么俊俊还拿这个给我看 补补 姐 补补 告诉你没过期 贾琳一回头 俊俊就过去拿东西 俊俊刚刚递给她 贾琳回来 刘靳她却不理了 你不知道吧 她这水递了好几次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拍你 姐 我不知道 完全没默示 太精算了 有一种我不是很爱她的感觉 而且工具喂水 连盖都不开 就没结合 对 还能再敷衍点吗 一句没来不及 刘靳还伸嘴 好 我们先问一下小样 刚才我们两位 到底拍了多少张照片 有没有达标呢 刚才我们的嘉宾团呢 拍出了八十六张照片 恭喜分打票了 可以了 好厉害 她就看看能用几张 肯定很多 现在有请我们的老师 来点评一下 他们刚才表现得怎么样 好 来文波和小晴点评一下 首先刚才两位老师表现得特别分清 在我看来更像一幕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在互相照顾着生活 在家里找路 迷路了 年过半百的老人 在家里找路 互相搀扶 家太大了 但是那种老年人的姿态表 表现得特别好 对 而且不知道他们俩 为什么一起要出门的时候 两个人同时顺拐 对 好 来我们挑一张照片好了 好 86 挑出门的那个是哪个 1到86 我觉得出门应该差不多在后面了 好 66 66是吗 就跟他们PK一下 对 我们拿我们的66 批你们的66 我们有信心 好 我们先看他们俩66号的照片 这张很好看 好棒 有一种回家过年的感觉 可以 这太好了姐 我们俩可以 姐 我觉得我们这个广告可以接那个 导航 导航去哪儿 喂 你指路 我们可以带我了吧 而且重点是 这张照片是有动感的 对 你能发现它真的是有 老公 往那儿走 走两步 来我们掌声谢谢龚俊和贾莲 好 太精彩了 好 好